為了幫助仁愛鄉的農民推銷產業 仁愛鄉公所日前舉辦產業行銷輔導計畫 並在日前舉辦成果發表會 希望能夠透過輔導計畫提高鄉親的收入 讓年輕人願意留在家鄉 幫助仁愛鄉發展 這一次仁愛鄉公所辦這一次也是我們第一次辦理這種產業行銷輔導計畫 那主要是要針對我們仁愛鄉的農特廠來做一個更深入的行銷 可以增加我們農民收益那是一定要的 因為如果說收益上面沒有去增加的話 那相對來講對我們這行銷來講會是大打折扣 那再也就是說也希望能夠 因為我們現在雖然仁愛鄉還是以農業為基礎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走向一個21世紀的時代 所以還是希望就是說能夠看到年輕的人能夠回鄉服務 因為他們要有年輕的心血 助力在我們仁愛鄉 我們才可以創造更好的不同的獨特的面貌 仁愛鄉不論是產業以及觀光資源都非常的豐富 先議員廖文賢肯定仁愛鄉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在公所輔導之下 能夠讓仁愛鄉的產業結合觀光產業一起行銷 讓今年返鄉幫助仁愛鄉整體的發展 我想我們這個仁愛鄉整個產業如果發展起來 最重要的就是能夠跟這個觀光遊器的這些業者 民宿業者能夠結合 把他們生產的產品都能夠帶到這個地區來行銷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我們仁愛鄉的產品行銷的輔導的這個 能夠帶動 帶給我們這個在外的我們的原住民的這個青年 能夠回來勿容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仁愛鄉的各種產業能夠帶動起來 副議長潘一全肯定仁愛鄉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縣府以及相關單位能夠對縣內產業行銷多加用心 並結合地方觀光產業來推廣 進而帶動整個南投線的發展 記者陳偉一普理採訪報導